最近大家非常關注河安議題 日本在經歷過311大地震之後 有很多的城市都被輻射污染 可是肉眼是無法看見輻射量的 所以很多民眾都沒有感受到危機 有位藝術家他就決定 他掃瞄他周遭物品的輻射量 並且把這些物品印出來 希望大家能夠更重視輻射污染的問題 烏漆罵黑的剪刀輪廓 以及魚的外觀 每一個黑點都代表著輻射的劑量 這是日本藝術家家賀古雅道的作品 他說我們日常生活看不到這些輻射 所以不會覺得恐懼 於是決定把這些輻射污染 直接用電腦輸出 讓民眾更真實地感受到威脅 日本在經歷311大地震後 輻射外泄嚴重影響人民的生活 除了食物遭受輻射污染 其實在整座城市還藏了很多輻射能量 家賀古從日本311大地震後 開始到隔離區收集被輻射污染的樣品 再跟東京大學教授合作 掃描出輻射殘留的數量 並把它影印出來對比原物件 呈現出我們到底被多少輻射污染包圍 核能發展跟每個人息息相關 藝術家藉由創作呈現核能帶來的威脅